新东协新商机新南向新希望 看见新东协节目带您前进新兴市场 探究东南亚国家的经贸现况与未来发展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叶思敏 今天节目我们采访团队直接前进到印尼 因为随着当地每年经济成长率都有5%左右的好表现 让台商市纷纷地前进设厂 而其他重要的关键因素当然还包括了印尼对欧美有关税的优惠 对大陆又有原物料进口的优惠税率 另外当地人口的基数很大 人口结构年轻化都是吸引外资和台商的主要原因 统计显示了2013年到2019年8月 我国核准付印尼投资金额大概是9.5亿美元 占比达过去70年的六成 显示对印尼投资是日趋热络的 台商在当地主要从事的投资产业 包括了成衣 制鞋 金属加工 还有电子业等等为主 今天透过节目 我们的采访团队直接进入到印尼的东爪哇 台商的事业现场来看这两家 落脚印尼数十年的台湾大厂 专门为国际精品品牌像是LV Prada Armani等等的品牌做代工生产 他们是如何在印尼闯出高知名度 拿下国际订单的呢 我们的采访团队有第一手的掌握 生产线上员工们一针一线 依照不同鞋款分类作业 员工抓紧时间赶工完成后就要立刻出货 台湾鞋厂落脚印尼近30年 在当地打出高知名度 国际品牌像是法国品牌LV 意大利的Prada 美国品牌Timberland Nike Gas等等都是他们的客户 面对国际高度竞争 业者的经营秘诀就是要分工到位 印尼厂专做量产 而强大研发团队设计人员则留在大陆 让这家制鞋台厂成功变身 鞋业精品王国 同时也是全球十大鞋业制造商之一 收回美中贸易战转单效益 台湾的制鞋商在印尼的工厂已经订单满载 可以看到所有的工人都在赶工当中 贸易战预估转单超过三成 业者订单爆满 印尼四水厂去年下半年开始积极破厂 今年生产360万双鞋 明年将生产600万双鞋 营业额预估暴增30% 中北贸易战的情况 那就脚步就更快 那有些客人已经迫不及待 因为这边算是一个避风港 那现在有几个大品牌 已经一直积极在想要在印尼投产 那如果说整个生产的总额来讲 应该有多了三十几 同样落脚印尼打造精品王国的 还有这家台厂 专做休闲运动包 居行在时尚包包代工生产 国际知名品牌像是Armani H&M Alexander Wong等等 都是他们的客户 原本中国大陆到美国 包包的关税是17.6% 那因为贸易战的关系 它加税加了30% 所以对客户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负担 美中贸易战火煞 美国品牌客户一致要求 将大陆产线转移至其他国家 因应客户集单需求 这家台厂提早至印尼扩厂 紧抓市场风向 营收跟着看窍 平均一条产线生产300个包包 以及一年内 印尼厂将比大陆厂大三倍 营收目标达4500万美元 我们预计十一月份才开始要正式出货 那美线订单会是这个工厂的主力 我们预计这边的产能产量 会是中国大陆的三倍 也就是一个月会有45万个包包 要从这个工厂出去 台商在印尼设厂脚步加大加快 主要是对欧美有关税优势 对大陆有原物料进口优惠税率 统计去年台商在印尼投资金额 2.11亿美元 上半年投资金额6000多万 如果把时间放长来看 2013年至2019年8月 我国核准付印尼投资金额 9.5亿美元 占比达过去70年的六成 显示对印尼投资日趋热络 主要投资产业类别 包括了成衣 智鞋 金属加工 和电子业等等为主 印尼俨然已经成为 台商海外重要的生产基地 台商南向城区市 印尼也是其中一个 台商最爱投资的东协国家前三名 行政院近期宣布了 在印尼还有泰国 建设两个台商专区的园中园 其中首个专区在落脚 在印尼的东爪哇 吉佩工业园区内 这里不仅拥有爪哇岛上 少有的深水港 可以直接停泊货柜船 对台商的海运业 具有战略的地位 10月这边更深格为 科技经济特区 享有租税的优惠 根据了解台湾的电子五格之一 大型光电的业者 还有纺织 钢铁等等的业者 也都表示有意进注 透过节目 我们的采访团队直接前进当地 而第一个台湾在海外的园区 也是首度的在镜头前曝光 落日海港杀石车忙进忙出 一望无际的海港边商船来往进出 这个占地1700多公顷的土地 是印尼东爪哇新的工业园区 吉佩工业区 大兴土木准备迎来国际资金 企业投资进驻 印尼随着当地经济崛起 吉佩工业区也在2010年诞生 分三期开发 目前已完成第一期45公顷的开发 包括了美商和瑞士公司等等 八家厂商都已进驻 而台湾厂商也跃跃欲试 这里就是印尼四水的吉佩工业园区 在欧商美商陆续进驻之后 现在台湾也将会有一个圆中园 占地200公顷 贸易战后 我国政府为协助在大陆的台商 转往东协发展 行政院宣布在印尼吉佩工业区内 建设圆中园 锁定台商最擅长的纺织 机械 电子钢铁等四大产业 这也是台湾在新南向国家的 第一个圆中区 别具意义 我们政府会选定这个园区 当然有很多考量 今天我们都看到它的这些基础设施 栏口还有水电设施都很完备 他们跟我讲说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些电子业 有跟他们积极在联络 在接洽 附近山岗水深14公尺 是爪哇岛上少见的深水岗 明年底拓展码头后可直接停泊货柜船 上下货柜对台商海运具战略地位 极佩工业区里头还有一个自由港 未来这里只要新建完成所有的厂商 只要经过这条桥 就可以把所有的货物拼装上船 工业区十月升格科技经济特区 投资七百万美元以上可享营业税 无免二减优惠还有专业管理团队 设立台商单一创口 那就是由台湾的一个管理公司 来管理整个园区 对 那所以台商只要接触这个管理公司 不需要再去接触其他的一些 印尼的官方这些东西 省去台商这些包括办证照啊 好这些流程的一些麻烦事情 台商南向 丁世叶 国家队 领军当奥远 以国对国的高度第一线 解决台商的投资障碍 也借由园区内台商群聚效应 打团体战 望远过境 欢迎新闻 郭彦廷 刘亦如 叶思敏 印尼采访报道 左科威20日宣誓就职 开始了第二次的总统任期 左科威在演说中阐述 未来五年的施政重点 其中一点他提到要改革官僚体系 吸引外资等政策 更多细节广告回来告诉你 印尼总统左科威20日宣誓就职 开始了第二次的总统任期 左科威在演说的时候阐述了 未来五年的施政重点 其中一点他提到了 要改革官僚体系吸引外资 不过其中比较有争议的 是印尼长期存在的亲中问题 这边我们请到的是 国际中心的资深记者徐立山 来告诉我们 过去左科威好像因为 比较倾向中资 曾经被贴上亲中的标签 是这样子的吗 立山 好 是不是也没错 左科威上任以来 大幅开放中资 参与印尼的公共建设 也加入了一带一路计划 中国更是借东协之便请全力外销产品到印尼 不但让印尼的制造业哀红遍野 更直接导致印尼对中国的依赖加深 那么他们在从事一带一路的建设工程当中 有什么比较争议的例子吗 立山 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连接雅加达和万龙的雅万高铁 原定2019年初会完工 但实际上只动工了10% 整个大延档 当初打选战反对党就攻击左科威 搞一带一路只是在花大钱出卖印尼 碰到类似的议题 左科威也都是能避就避 就怕被贴上亲中标签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回到印尼的本土政治的问题 外界都说左科威这次会连同8个政党来阻隔 所以左科威未来时政就保证能够一帆风顺的吗 好 斯敏如果按照4月的大选结果来看 左科威率领的执政联盟 的确在国会掌握了多数席次 大概是60%左右 但左科威接下来要做的事 包括松绑劳动市场法令 推动一些不受欢迎的改革政策 甚至迁都这么庞大的计划 其实都是非常需要强而有力的国会支持 所以左科威不得不招兵买马 广纳反对派组阁 甚至还延揽了当初竞选的最大对手 普拉伯沃来出任国防部长 只是执政联盟的政党数太多 在推行政令上大家各有盘算 会不会让左科威就这样变成了 跛脚总统也是大家担心的地方 好的 谢谢丽珊带给我们的深度分析 外界预期 左科威的执政联盟将从原本的5个政党 扩张成8个 连同势力最大的反对党也确定加入了 就有学者担心联盟改革的政党过多 左科威未来要推行改革 牵制就会更大了 透过节目带您来深入了解 国会议员列队欢迎 总统左科威在各国政要前发表就职演说 一开口便发下豪语 要让印尼晋升全球前五大经济体 左科威定下第二任期也是最后五年的实证重点 包括优先发展人力资源 加速基础建设 简化劳动市场和中小企业领域法规 并改革官僚体系 吸引外资 同时推动经济转型 左科威目标定的高 但推不推得动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向外界预期 左科威的执政联盟 从原本的五个政党膨胀到八个 连当初最大竞选对手 普拉伯沃率领的在野党都加入 那么在国会掌握九成席次的左科威 推动改革究竟会更顺 还是更至爱难行 支持势力太大难保不会成为一把双面刃 使得左科威受制于各党 为了满足派系利益 只好在施政上妥协 像今年九月一度通过的刑法修正草案 舆论就认定是政治和宗教保守势力 逼得左科威不得不下这步棋 他就是一位总统 他会写在公司的支持 他会写在公司的支持 从最初的开始 但现在他会写在公司的支持 那就是他会写在公司的支持 為了領導者 為了政治黨 之類的 最好的 要對民主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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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9年2024年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可以 四月才在大選 高票連任的左柯威 也因為削弱反彈委員會權力 處理不好靈活 年年燒出的霧霾危機 在短短幾個月消耗 相當大的政治資本 對外又因為 引進大量中資 參與公共建設 面對美方壓力 得想辦法和兩強對議 商人出身的左柯威 五年前 以素人之資 攀上政壇高峰 氣勢於五年後的 驚天大相徑庭 在推行改革 與拉攏各方勢力 天平兩端之間 怎麼取捨 決定左柯威 能否在最後的政治生涯 劃陷為夷 歡迎新聞許立山 綜合報導 說到印尼 我們也來關心在台灣 離我們生活最近的 印尼移工朋友們 台灣自二十多年前開放 外籍移工至今 人數已經破了七十萬人 其中以印尼即占最大中 大概是二十五萬人 其他還有來自包括了 越南 菲律賓等國的移工朋友們 他們在台灣工作 也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圈 而大多數的移工朋友 來台賺錢也都懷抱一個夢想 就是回到母國後要創業 自己當起老闆 今天透過節目 我們第一線專訪了 在台灣的移工朋友們 了解他們在台灣的夢想 和他們目前在台灣的生活現況 又是如何呢 圍著地上的黑色小框框 席地而坐 台北車站週末大廳 集滿數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 移工朋友們 聚會 吃飯 看書 敘舊 好不熱鬧 她 是Eidy 在台灣工地工作 最近六年 週間努力工作 週末時會到台北車站 和印尼朋友們聚聚 又或是到印尼商店街逛逛 買來自家鄉的美食 想念 家的味道 可以告訴我們 為何你選擇 工作在台灣 我意見到台灣 要找到台灣 要找到台灣 要找到 和生活在台灣 我聽說 你會有餐廳 在印尼商店 怎麼會到台灣 現在有餐廳 現在有餐廳 在印尼商店 現在有150 現在有150 我會成功 成為600個 工作在台灣 在台灣最難的 工作 在台灣工作 8時 在阿德蘭布爾 8時 所以在台灣工作 12時 這是Eidy 第二次來到台灣工作 他用在台工作的 第一桶金 在印尼當地 開設農場 養養 農場要擴大經營 他又再度 回到台灣賺錢 你有兩個兒子 你如何 跟他們聯絡 你會失去嗎 我經常很喜歡 跟家庭 尤其是跟 兩個兒子 我經常會 跟他們 開設網站 我是那個 在餐廳上 打算什麼時候 回到自己的國家呢 如果可以 可能明年 我會去印尼 這麼多印尼移工 在台灣 如果不是為了賺錢 先會願意 離鄉背景 來台工作 移工朋友 在台數弱勢 生活缺小 資源也少 為了幫助他們 融入台灣社會 一群台灣熱血青年 為了幫助他們 每個月不定期 在台北車站這裡 舉辦移工相關活動 這天是組織的 四周年生日 現場唱起印尼文的 生日快樂歌 歌聲繞繞北車 勾起移工朋友們的 思想之情 到場參與活動的 還有一群 想認識移工朋友們的 台灣年輕人 這是他們第一次 走訪台灣的小印尼街 品嘗酸辣美食 也和移工朋友們 搭起友誼橋樑 我本身對於國際問題 國際移工問題 還有人權問題 有非常大的興趣 希望未來的職業 可能會朝向這個方向 方式發展 平常對東南亞相關移工的議題 會特別的關注嗎 會 可是看到的都是 比較負面的報導 今天能夠看到一些 什麼不同的面向 就是看到大家都一樣 沒有什麼好區分的 從18年開始 因為會定期招募 年度制工 那一開始是招募 大概50位 那收到的履歷 其實是快要兩倍的狀況 我們自己其實也滿意外的 台灣自政府開放引進外籍 移工22年來 可以看到越來越多 東南亞朋友的臉孔 累積至今破70萬人 以印尼擊佔最多 共25萬人 其次還有來自越南的 20萬移工 和菲律賓 泰國等等 如果以工作類型來看 以產業移工佔最大中 約42萬人 主要從事製造業 營建業和漁業等等 其他還有社福移工 人數越來越多 他們為台灣這片土地貢獻 盼回到母國時 也能為自己開創更好的生活 說說東協市 帶您花幾分鐘的時間 瞭解東南亞國家的現況 首先帶您關心 印尼政府近日宣布 因應當地通膨和穩定的經濟成長 明年最低工資調升8.51% 調漲後首都亞加達的最低工資 將從換算新台幣9970元 甚至10819元 恐怕將對外資和台商造成負擔 布局東南亞台商現在紛紛轉往東協國家前進 其中又以電子業台商發展最為快速 根據統計 電子業台商落腳最多的國家以印度為首 因為看好當地的科技還有軟體人才 還有包括超過了13億人口的內需市場 印尼總統佐科威近日宣布 延覽交車平台的Goldjack創辦人 Nadian Macarine入閣 組成印尼前進的內閣來拼經濟 年僅35歲的新創家Nadian Macarine 被延覽入閣的主要原因 是他所打造的印尼首資 估值破百億美元的獨角獸公司 和他的新經濟眼光 貨幣快送政策已經促使了海外資金 湧入泰國還有印尼等等的東南亞國家 帶動一波超大型的建案熱潮 然而當地住房還有辦公空間 目前已經供應過剩 加上外資資金的穩定性恐怕生變 都讓東協的房市浮現了泡沫化的隱憂 以上是本週看見新東協的節目內容 下週同一時間我們把眼光望向到 擁有國際資金和市場的新加坡 帶您了解台商在當地發展的現況 機會還有挑戰 另外包括了新加坡的總理李顯榮 最新針對新加坡的未來布局所做的最新宣示 節目後也歡迎您搜尋環宇新聞網 又或是YouTube環宇新聞頻道 看見新東協節目 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 我是葉思敏 我們下回見